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全球趋势新闻 帮你挖掘好新闻 我是Bonnie 目前印度的疫情还是很严峻 上周传出单日确诊人数逼近10万人 死亡病例超过6000例的消息 刷新了全球单日死亡病例的新高 而新加坡生物资讯研究院的执行长就表示 从2019年12月到现在 新冠病毒已经历经了6600多次的突变 几乎是每两个小时就会突变一次 印度变种病毒Delta传染力惊人 即使是在疫苗接种率相当高的英国 目前因为感染Delta而病逝的患者中 有将近三成已经完整接种过两剂新冠疫苗 最终还是不幸身亡 Alpha Beta Delta Kappa 这只是一些新冠疫苗的新冠疫苗 两个星期前 国际健康协议团决定了 改变名计划 现在我们使用英文文字 目前有数千种新冠病毒的变种在全世界传播 病毒本来就是会不断发生突变的 而大多数的突变都不会带来明显的后果 有一些甚至会对病毒本身造成伤害 但是有一些却可能会让病毒的传染力更强 而这一些突变往往会变成优势变种 病毒在各种新冠疫苗的变成的 但像一个老片的摄像 这些摄像并不总是完整 每一种不完整的摄像是一种免疫苗 英国专家甚至预测 还可能会出现超级变种病毒 因此疫苗的研发能否赶上病毒变异的速度 是目前全球都关心的议题 继续关心新冠疫情 现在最新的Delta变种病毒株 在英国的感染力快速的增加 根据了解Delta变种病毒的传染性 比变种病毒株Alpha还要高出60% 恐怕会引发第三波的疫情 而专家学者也担心Delta变种病毒 在未来的几个月内也可能会发生在美国 而英国首相强生在周一宣布 解除新冠防疫的封锁计划 会在延期一个月到7月19号为止 反对封城的民众走上伦敦街头 因为感染变种病毒 Delta的病例急速增加 解封日期又要延后一个月 大家实在闷坏了 I think it is sensible to wait just a little longer by Monday the 19th of July we will aim to have double jabbed around two-thirds of the adult population including everyone over 50 all the vulnerable all frontline health and care workers and everyone over 40 who received their first dose by mid-May and to do this we will now accelerate the second jabs for those over 40 just as we did for the vulnerable groups so they get the maximum protection as fast as possible and we will bring forward our target to give every adult in this country a first dose by the 19th of July that is including young people over the age of 18 延后解封户外聚会最多30人 室内最多6人的规定持续进行 近期的赛事欧洲国家杯 汉温布顿网球锦标赛 都必须要提出接种疫苗 或是病毒检测阴性的证明 如此强调打疫苗的重要 因为英国在周一就新增了 7742例确诊 3例染疫28天内死亡 而到目前为止 42名感染Delta病疫株 身亡的英国民众 有29%已经施打两剂疫苗 病毒的凶猛 富容小区 它是在印第 那是那些大流行的疾病 现在是 它现在在至少62国家 包括在美国 这不应该是个人的惊喜 它现在在英国的盛力 流行的疾病 这些疾病 它是认为 40-60%更加承受 我想确实 在这些疾病 目前在美国感染Delta变种病毒 占总病例的百分之六 现在专家担心传播力如此强的Delta 恐怕很快超越Alpha病毒 成为最主要的病原体 根据了解 Delta变种病毒 也是造成印度年初 疫情恶化的主因 目前全球 严正以待 以色列国会在13号投票 通过成立新的联合政府 连续执政12年的总理 尼坦雅胡确定下台 由政治立场极右派 49岁的班奈特接任 他也向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 哈马斯喊话 希望南方持续的停火 双方不要再暴力相向 我超过了 我已经四年了 我们已经四年了 我们有四个研究的研究 和纪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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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了这一刻 没有名字 这位一位最好 любим的� eighth 是20年后 是满了 ated something that we thought is almost impossible 这位员 Pink minister he is an evil and we thought we will never can get rid of him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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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也不必須提供所有貿易 這不必須提供 這不必須提供 財政有很多不同的民主 如果這些事情不不斷 財政 不必須提供財政 財政不必須提供 先前的總理尼潭雅胡 雖然風格極具爭議 但是由於反對派缺少整合 因此過去兩年多 雖然以色列無度舉行國會大選 但是還是由尼潭雅胡 所領導的聯合黨席次保持最多 一直到13日 反對派聯盟才以60對59票 一票棄權 驚險通過國會的信任投票 成立聯合新政府 不過新聯合政府的政治聯盟 目前也是相當的不穩定 其中涵蓋八個政黨 從左派到右派 宗教正統派到世俗派 甚至從猶太人到阿拉伯人都有 他們唯一的目標 就是拉下尼潭雅胡 而現在尼潭雅胡雖然下台 但是它的勢力和號召力 仍然十分強大 隨時可能會捲土重來 新總理接下來 所要面對的挑戰將是一個兩極分化的以色列 由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日本等國 組成的七大工業國G7 在11號到13號 在英國的卡比斯灣召開了峰會 討論捐助世界各國疫苗以及經濟復甦等等的議題 這個為期三天的高峰會過程中儘管嚴肅 會外的氣氛卻是相當的輕鬆溫和 還有不少的趣事 帶您一起來看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巧皮的用禮儀劍切蛋糕 讓一旁的凱特王妃和查爾斯王廚的妻子卡蜜拉 忍不住哈哈大笑 在英國舉辦的G7高峰會 女王也清零現場 在卡比斯灣拍合照時 美國總統拜登還開玩笑要玩水 在會議嚴肅的氣氛之餘 輕鬆一下 借此收復盟友關係 我們必須確實在成長香港的疾病 我們必須確實在做過程度 我們必須確實在不再做一些 我們必須確實在成長香港的疾病 我們在過程中十八天或一個七美元 情況下 我們必須確實在讓我們的經濟 盟友登頓 每人在樓邊都明白 三天的会议期间 东道主英国还曾一度切断会议室的网络 就怕遭到窃听 13号七国共同发布声明 承诺在未来捐出十亿剂疫苗 帮助各国经济振兴与打击逃漏税 并再次向中俄等国 强调人权自由的重要价值 签署卡比斯万宣言 我们我们在通过这个G7 在正确认这个目标 和尽量到最少60%的国家 到最终的季度 和这40%的目标到最终的季度 在这种目标 G7在通过一亿剩余的剩余 一亿剩余的剩余的剩余 包括了一半的剩余的剩余 France在这种目标 加了自己的剩余的剩余 到最终的季度 很重要的剩余 在这种目标 接着在16号 跟俄罗斯总统普丁见面 许多人认为 这次G7的卡比斯万宣言 差强人意 如果真的想要打击疫情 与气候变迁 各国恐怕需要更多实质作为 印度的警方在10号表示 印度梦买一栋三层楼高的破旧建筑物 在暴风雨过后倒塌 造成至少11个人死亡 7个人受伤 当地媒体表示 这座位于孟买贫民窟三层楼高的民宅 倒塌在另一座建筑物上 孟买当天在短短的12个小时之内 就降下了222毫米的降雨 许多社区都被水淹没 每一年的6月到9月 是印度的季风季节 只要出现暴雨 就有可能会削弱建筑物的地基 使得建筑物倒塌 这样的情况在印度时常发生 却迟迟等不到改善的一天 历史上的今天要带您回到 1330年的6月15号 这一天是英法百年战争的主要领导人 人称黑太子爱德华王子的生日 他出生在英国牛津的伍德斯托克 爱德华王子在年仅16岁的时候就上战场 表现卓越 爱德华之所以有黑太子之称 据说有两个起源 一个是因为他上战场时 经常穿着黑色的盔甲 另一个则可能是英国当时的主要敌人 法国所给他的称号 爱德华是英法百年战争时 英方主要的将领之一 他最出名的作战策略就是快速的攻击 掠夺烧毁村落和城镇 并且屠杀所有的民众 爱德华虽然在战场上表现优秀 得到父亲的信赖 最终却没能继位成王 1376年爱德华因病离世 年终46岁 而他的父亲则在隔年驾崩 由爱德华最小的儿子理查继位 感谢您今天的加入 以上是我们为您整理出来的国际新闻 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要订阅我们 同时要开启订阅小铃铛 让我们继续帮你挖掘好新闻 我们下次见拜拜